大家好,我是酷琪 今天要来使用的是阴阳师,美加杰 角色的性能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绍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美加杰不会觉得这个队长 就是一个什么都塞满满的感觉吗? 有减伤,倍率条件简单 有combo加成又有追打 重点应该就是那个击减了 过去的角色多半都有受到负面效果的影响 但美加杰没有 只是要有暗的三串啊 难硬度看起来蛮高的 这一次要双队长 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攻略魔狼 老实说我第一次用这个队长的时候 有一点吓到 因为他的条件不像碳智狼 或者是上支影片的Sena那么简单 加上三颗的暗 有时候啦,版面真的是很难凑成 所以说编程上面克里斯 算是有一点完全绑定的感觉 没有克里斯这只角色的话 攻略上面会速度差蛮多的 这个队伍呢,香奈呼的二技一下就存到了 所以说我延迟耐性只有14个 开场延迟然后再开果哀的二技 再开雷金雷夫的二技 做四回合的加速 很快就可以变身了 那克里斯呢,通常第二关能够跳起来 不过不是主要可以变成的楼层 这个等一下再说明 你咖啡啊,这个队长要掌握真的是有点困难耶 魔狼啊,有些关卡 开场不会有限制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掌握好哪一关会有限制的话 攻略上也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刚在这边只消了一串的暗 因为下一关没有限制 不过因为下一关可能 后面的两只角色会把暗珠给转走 所以说一只的米卡丽至少要先跳起来 火哀的一技跟香奈呼的一技 在某些方面还蛮相似的 放火哀进来主要是为了要手指延长 然后香奈呼的一技呢 也有手指延长的效果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把火哀的二技存到 做两回合的加速 让香奈呼的延迟可以再开一次 这一队建议一定要有一个延迟的角色 毕竟版面有时候还蛮容易受到干扰的 第二关呢,想要把左边那只打死 唯一的方法 就是用五色破防 不想要用五色破防的话呢 那版面的暗珠要非常的多 要做一个贯穿 然后要另外加上至少三寸的暗把 或者是加个横排 这个难度很可怕 所以通常我在这边都会把香奈呼的技能开掉 延迟加收支延长 然后顺便把火哀的二技再存一次 然后可以看到秒数真的是太长了 双队长情况之下就加了十秒 所以说徽章也不用用手指徽章 这次攻略的时间比探阵狼的队伍稍微长了两分钟左右而已 主要就是在那个捞猪 捞猪好麻烦哦 但这个队伍不捞猪的不行 这边要注意一下 下一关有先制 所以说暗的三串一定要有 那这边除了暗的三串之外呢 还要有五色破防的颜色 所以就努力的捞 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伤害也是蛮可怕的 奇异多 加上如果有吃到杀手的话 那就是21亿了 所以说这一队打boss的时候非常的轻松 我觉得他甚至比探阵狼的队伍还要轻松也说不定 另外大家有发现吗 这一队没有减伤的技能 但是完全没有问题 击减配击减真的很变态 魔狼几乎啦 所有的敌人重伤都能够防下来 所以说角色也能够省一个位置 将难乎的二技呢 基本上不会用到 这边是担心后面的 不小心吸到暗的情况之下 至少在耐久完之后 还能把属性吸射无效开掉 在这边简单说一下装备的代用好了 两回合加速的装备呢都可以换掉 像是阿玛子的武装主要是未来要一个防云 加上两回合加速 然后利娜因巴斯的武器呢 是要一个风条 还有两回合加速 一般的两回合加速也没有问题 但是前一关呢就需要先耐久两回合 才能变神 火哀的超觉醒 也有防云或是风条 所以说这一点可能就要先检查一下包包有什么角色 做两回合的加速 不然阿玛子这个队长 如果没有开场变身的话完全没有生存力 香奈呼原本的位置 是放明底神 但是我发现用这个队长的情况之下 不大需要把耐性给做满 所以我三种耐性都没有做 防毒和邪魔掉落也没有做 第四关蛮重要的 这边敌人一样用到五色破防 所以建议 香奈呼能够用就用 那不能用的情况之下呢 记得先把左边的三只打死 加上敌人会锁版面 所以说这里还需要一点运气成分 如果版面锁得太死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记得 把火哀的技能开掉 火哀的一技能除了有秒数延长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解锁的效果 我觉得是偶尔可以善用的技能之一 像这边把左边三只打掉之后呢 尽管没有触发击减 那敌人也会生气 下一关没有先制 所以说这里只要凑满五色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突破 秒数也很长 所以攻略的时间真的都在捞猪而已 好啦想想 光靠捞猪就能够通关也是还蛮厉害的事情 确实的凑满五色 然后触发五色破防 下一关蛮重要的 这一次有把玲珑的武装放进来使用 就是要他的两个解绑效果 因为Lagging的技能本身不能解绑 所以我们先解完觉醒五效之后呢 接着 先解绑一次 一次是三回合 两个是六回合 如果幸运的话 在第二个版面也有六个回复 那我们可以先把解绑给全部解除 那通常啦 要有六个的回复很难再凑一次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要使用克里斯的一技 做伤害五效 这里稍微耐久 左边的敌人只要不要打到超根性以下 伤害都是一万 这次攻略呢 跟我过往都有点不大一样 通常啦 都是在最后一回合开克里斯的技能 不过因为考虑到香奈湖也要跳起来了 所以这次反而是用延迟的方式 比较不建议这样做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下一关有交换队长 换到香奈湖的话可以耐久 换到雷琳的话呢不能耐久 换到克里斯不能耐久 换到火爱不能耐久 所以我觉得这里风险还蛮大的 听到我说到这边 应该大家都了解了吧 对不对 这次攻略 有过关 而且刚好是碰上 香奈湖的队长 克里斯虽然说有平衡泰伏的1.5倍加成 配上减伤 但是下一关四肢的攻击力太高了 有积减加上减伤 其实是会撑不下来 所以这边还是靠延迟的方式会比较好应付 所以才会说啊 火爱的二技还蛮重要的 再存到一次 能够让香奈湖的技能更快跳起来 这次纯粹是侥幸 反正转珠马就对 难免啦 都要靠一点运气的 这才是PAD 是吗 这个自嘲也太严重了 不过我一直在想火爱的位置能够换成什么角色 毕竟这一对要去凑 SP多 然后又还有五色破防的 最早我是想到爱猫 但是爱猫摆入之后又缺了一个火和光的位置 唯一有这两色的就只有火爱而已 你看假设 雷金被绑住 然后 第三个位置相奈湖 就算是明底神好了 你还是缺两色啊 还有什么角色可以摆啊 好难选哦 五色破防角色本来就不多了 所以说选择还真的是蛮有障碍的 第七关这边 会减攻击 加上秒数减少 不过因为这一对的倍率还蛮高的 加上杀手也吃得到 所以说可以直接打 克里斯真的是绑得蛮死的 有这一只角色每回合可以确保六颗的暗 至少比较多情况可以不用靠完全捞出 捞出来啦 也是有考虑把黑鹰摆入 但是CD是2 所以说不摆两只的话感觉也蛮难使用的 另外说一下其他的装备好了 火方的米咖啓装备的是魔女的帽子 不是要他的二体 而是要他的封印耐性 因为我自己的包包里面找不到这种 有封印耐性又有防防的装备 这一个应该算是最凌价了吧 不过大部分的玩家可能都把这个装备 拿去当成代毙了也说不定 可怜的帽子 第八关有觉醒无效 所以要小心一下Lagging的2技不要存到 这边也蛮受版面的影响 解除完之后呢 后面的两只如果有只暗的话 算是还蛮幸运的 那没有暗的情况之下呢 也要小心一下 这边尽量削一下全体 那因为有装魔女的帽子 偶尔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削一下二体 伤害也是能够出来的 秒数也很长 顺便把回复给捞出来 反正每一关啊 就是要先确保有激进的颜色再说 这边如果你真的要防毒天将的话 我会建议把香奈呼的防座给换掉 香奈呼有没有防座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啦 有的话就是比较好存技能而已 这一个也是要看大家的需求怎么样 这里如果想要耐久的话 可以专注攻略右边的三只 左边的两只同时打也不会死 但是说要耐久其实也不大好耐久 通常只要触发攻击倍率的话 敌人大概都是直接飞出去了 好 第九关哪一个敌人都很简单 这一个应该是最简单了 角色的血量不高然后也只有根性而已 也不会减秒数 其实就算减到秒数好了 没有开火爱的技能一样可以转 就只是少了一点点而已 你看我还有功夫 把那些杂猪给换掉 我觉得用这一队打魔狼前面的关卡反而会比较困难 后面就会打很顺了 第十关这里就还蛮危险的 如果吸到暗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 像这一次是火水 火爱攻击力也不高 然后水的话也只有最左边那一只而已 所以说在消除上面要小心一下 至少要把木给消到 让米咖K的附属性也能够参与一点攻击 没办法消到木的话就不要消到被吸收的颜色 但是敌人有无效盾 所以说看情况再贯穿会比较好 把木给含进去就算消到水 也不用担心 接着第十一关 啊 有追打就是这样子好 不然每次用炭之狼的队伍打这关啊 压力都蛮大的 毕竟开场就一定会先把回布给转掉 还好现在是有 Saina的帮忙啦 不然以前炭之狼的队伍 真的好痛苦 直接靠着三串的岸 左击减 加上顾伤追打 直接通过 下一关呢 如果碰上水属性的Selius 又是按吸收的话 要等香奈乎的二技跳起来 没有碰到的话呢 版面的颜色够多 就可以直接贯穿收掉 版 开技能上面呢 建议先把米卡基的技能开掉之后 再开克里斯 比较能够确保足够的暗珠 然后我发现又跟上次犯了同样的错误 就是不会看版面说话 来看一下贯穿 配三串暗的伤害有多少 这个其实还不是最大火力哦 应该有配一个横排才是 不过光是这样子 就已经打到快要10亿了 加上杀手 30亿哦 好像不用打那么高耶 最后是Boss战 把Boss的血量降到50%以下的时候 敌方会给予60万的伤害 那这个60万的伤害呢 一般情况之下啦 其他的队伍大概都要靠基点的技能才能撑下来 因为敌人还会给觉醒无效 那我这边呢 因为没有什么叠加HP强化 所以说血量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60万配上双基减 我们可以看一下伤害 来咯 来看一下 首先呢 先一拳打到一半以下 两个柱子的负向效果没有什么关系 但接下来才是重点 觉醒无效 且只有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沿的60万攻击呢 只会打三万九而已 你们不觉得真的是超神奇的吗 直接撑下来这一点啊 真的是让人家吓到耶 好可怕哦 总度爆表 不过这边也是蛮吃板面的啦 刚好HORUS的技能也有跳起来 可以把点的攻击基减给压过去 所以我这边就想说直接再做一次贯穿好了 如果按照刚刚的伤害照理说 应该也能够第二拳直接再收掉一次 而且这边我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啊 给旁边两个柱子延迟之后啊 还要等那个回合数结束 柱子才会复活人家 好麻烦哦 然后我本来以为啊 在这边还要再做一次基减 所以是硬式 又再做了一下三串 如果可以的话 照理说这边应该要稍微存一下猪会比较好 会复活的好像是右边的蓝色柱子吧 然后这一次是攻减减 我本来想说攻减减哦 那应该没办法打太多吧 但好像好像白担心了耶 来看一下攻减减的情况之下 这一对呢 可以打到快一半耶 伤害真的超高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靠着杀手的叠加啦 加上克里斯的附属性也是暗 所以说贯穿的火力还能够叠加上去 算是我觉得这只角色非常好的地方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种 主属性和副属性都是同样颜色的 最后的版面呢 我自己是还蛮担心火力会不够的 因为血量是一半以上吧 所以这边呢 我就刻意的 做了一个盘牌 加贯穿 加三串 来看一下最后的火力有多少 21 虽然是掉中间的啦 但是是本体 不是其实 可恶 魔狼顺利通关 来总结一下使用的感想 想要玩得很顺的话 你要缴的学费啊 会比炭治郎多很多 因为要记的地方 和技巧 也比较复杂 炭治郎如果没有转好的话 至少还有生存力 但这一对没有 所以玩起来会比看到的还要累很多 建议多考虑一下 再组 会比较不会受挫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帮我按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